我們請教導員先進了全部的回憶 教老師這邊請 各位先進 各位夥伴 大家好 小機會 師平柱 委員 看案大學 拔卷營學系助理教授 蔣議員 在此發言 謝謝各位夥伴 有三連堅移請夥伴們執政 這三連堅移是相撲相承的 第一個由於食安的關係 可以搭配政府的非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很好掌控 非學校教育包括地方的長青大學 樂齡大學、市民大學、社區大學 這是已經現在存在的平台 如果說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平台的話 可以提高更多的政策宣導也好 或者說以正確的訊息傳達給 像我自己本身有在桃園長青大學教課 阿公阿嬤們最常問的是有機能不能吃 農藥怎麼辦 我怎麼跟他解釋系統性農藥在裡面洗不掉 像這次這種訊息其實可以透過現有的 然後製作適當的課程 而且減少民眾是看報紙 或者是看電視來學知識 這個是很糟糕的情況 尤其有些是很正確 但是有些是被記者誇大起始了 第二個製作開放教材的食安 學習教材、素材等等的 那這邊我需要抨擊一下政府 Open Data Policy 在台灣Open Data 一直是Available Online 叫做開放 事實上在美國它叫Public Domain 它是沒有版權限制的 那在台灣的話 我看了一下政府的那個 老實講我可能我程度比較差 我看不懂他的 他在講什麼 在美國USB FDA他就講 Otherwise Noticed 都是在Public Domain裡面 所以這個其實 那個 這個其實台灣政府應該要稍微改建 那如果說製造 以及政府的專業 像我就很喜歡我們 TFT製作的教材 上次都用這個來講 因為他講的不會刪金色 都不會慢慢講一步一步 OK 第三點 最後的建議是 善用大學實驗室及專業人力 協助解決實安問題 我左邊聽過來 右邊聽過去 似乎大家都沒有抨擊到大學老師這一塊 這個我是覺得很慚愧 大學老師應該協助解決社會問題 例如說以現有大學實驗室的設備 或研究室的人員 可以作為區域的實安教育中心 檢驗中心 諮詢中心 曾經我有參加台北市或新北市的輔導案 觀光飯店的市民機制就講說 老師我們是飯店 我們主要是房屋客房 而不是食品 但是因為我們是觀光飯店 所以我們要導入HASM 導入HASM之後 因為我們上市公司 所以我們要成立實驗室 還要求我們要通過ISO17025 好 那這些東西的話 老實講 依我自己的大學老師來講 這個是不是適當 我不便批評 但是我們會轉一個形式 如果結合區域性的大學 他現有的實驗室 看看他需要多少的設備 是不是由政府跟產業界共同投資 曾經 最近老實講 市地大學面臨的少數化 公立大學也有 但是無論公私力 都接受政府的補助 都視為公共財產的一部分 為何不善用大學老師跟大學實驗室 協助這一塊 那甚至是說 我個人有個點子 我們可以把九人做鄉親車 改造成實品檢驗車 實品安全宣導車 到處巡迴 但是很可惜 目前看到標案都是一年一度 所以你即使投資下去了以後 明年沒有標案了 很抱歉 謝謝再聯絡 但是這個政策延續性的問題 加上實安絕對不會學責政難 或是一年一年有年度標案的問題 那這三點提供給各位先進跟會夥伴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姜老師這邊的一個三點的建議 那針對我們剛才在座的產業介紹 還有我們差不多一位姜老師這邊的一個建議 那除了我們可以轟弄那路板之外 那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自己去試一下 要能夠及時的做